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可能就是大家就正常上专业课了嘛 那上除了正常的专业主课之外 还会有选修课 你觉得选修课是应该本着什么原则来选呢 当然是要对自己有所 就是自己感兴趣首先这一点 第二是对自己以后可能包括你参加工作啊什么 是有所帮助的 这个是蛮重要的 但是呢你知道吗 现实中大家怎么选 哪门课的老师好好过呀 对不对 哪个老师不点名呀 我要跟你讲一下 我有一个朋友 是我男朋友的初中同学 他是大学老师 蛮漂亮的 他跟我讲 所有的小孩子愿意来选他的课 大家都是说 因为我们老师长得漂亮 现在都有这种选修课的原因呢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说哪个老师脾气好又不点名 然后还给人期末的时候过 我们就选那个课好学嘛 但是我们当时应该是 我们其实就有两种可以选 就是因为我学英语 要么日语要么韩语 就是你的选修课只有这两门 所以我们基本上没得选 不对啊 我觉得我们有好多课选什么 什么除了各种语言以外 还有什么社交理议课啊 什么什么历史天文研究啊 那些课okok我明白了 那我们是 那个时候我们是二外 就等于说我们是选二外的 然后你说的这些呢 就是给自己增学分的 对是增学分的 对吧对吧 就必须选 对对对 那你的选学分的原则是什么 是不是好过 拿到这个分就行了 我还是比较就是自己感兴趣的 因为大学的课程都很好过 我觉得 就是最后有几天 没夜没日的复习一下 然后就过了 对啊 我觉得呢 大家首先就是一定要自己感兴趣 你不要为了好过 而你去不学什么 因为你知道大学 我们交的一样的学费 进门以后 不用再交钱了 你以后如果自己想去 在社会上报班 都是非常贵的 有大学资源 这样一个免费的课 让你听 而且有可能你的学校好的话 教授导师会非常的不错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真的每一堂课都是赚到了 对 所以还是抓紧时间 就是能多学一点 就是一点 是 我们是学法律的 然后有一个老师呢 其实他是讲 就是法的历史的 但是他倾向于给我们讲一些 过去的事情 就是历史事件 他讲的不会那么无聊 就说几几年 发动了什么卢构桥事变 造成了什么什么影响 它的意义是什么 地位是什么 造成了什么什么 多少人死亡 这种很无趣 他讲的都是背后的故事 经常讲的一些 那很有趣的 特务啊 间谍啊 谁谁谁当时说了什么 就很像那种 你知道央视或什么 经常有一些 什么档案节目 就是揭开 这位老红军背后的故事 就是这种你知道吗 然后他那种讲的 就是徐徐的 非常生动 就是那种平时 完全不来听课的 只要知道他有他的课 就一定会来听 对 那真的蛮吸引人的 如果有这样的老师 我也想要去 而且那个老师 人特别好 就是你只要来考试 差不多就给你过了 这么好的老师 我跟你说 他已经活开了 就已经觉得 因为他跟他老公 都是学法律的嘛 他们是属于一起研究 一起出论文 一起写书的那种 地位很高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那种 小孩子的逃课 在他们眼里 就过家家了 他们应该很明白 即使你现在课堂上 学的东西 跟你以后的工作 和你以后的前途 没啥大关系 那这就是一堂课 让大家在娱乐中 学到了东西 又觉得这个老师很好 对这个感兴趣 这不是很好吗 对啊 是很好呀 我觉得大学老师 应该有这样的精神 现在有很多大学老师 就是这个方向的 我觉得这种方向 比较好 很吸引学生的 个人魅力 对 特别重要 真的是个人魅力很重要 老师的个人魅力 真的很重要 对 就是一个老师 可能就把一个学生 引到他那个课堂里 探索他所研究的 那个领域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对 选老师其实有时候 也是选缘分嘛 所以我跟大家说 学选校课的时候 千万不要因为泛滥 就学的 我选一个好过的 我就选一个健美操 我就选一个乒乓球 我就选一个 就是那种有的没的的 什么社交礼仪呀 就是什么思想道德呀 这种东西 真的你觉得特别有用吗 或者你真的特别感兴趣吗 你真的就觉得 不要就是因为 他不点名给你学分 你就去浪费了一个那么好 去学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机会 有很多可以选 比如说 摄影 对 摄影可以的 对吧 你一个男孩子 你玩单反 玩单反 穷 穷几倍 对 但是你不知道 你会照相 多容易追女孩 这点是真的 现在 不能有什么男朋友照相手册 对 你会给女朋友照相 而且先不说女朋友吧 是假设 你这个男生 你照相照得特别好 然后你们出去玩的时候 你帮大家照相 就说 那个谁谁谁照相好棒啊 女生就会觉得 那你可不可以 帮我拍一组啊 是吧 然后你周末的时候 比如说 你想约一个姑娘 你都不说 咱俩约一个姑娘 我想跟你去看日出 别说这种话 你说 我听说有个地方特好看 我在哪去那 我给你拍一组照片吧 哪个姑娘 你想啊 现在就是一个 发朋友圈的时代 朋友圈就是见证了 很多美女和帅哥的地方 对 然而是谁 把她拍出来的呢 那就是男女朋友吗 对 而且你看啊 拍照片 据说只是三分之一 后三分之二都是修图 我真的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 诶 我知道一个地方特别好看 你来当我的model吧 你看这个话都会说 你看你这么漂亮 你当我的模特吧 我给你拍一组照片 是吧 然后拍完以后 肯定要修图嘛 因为人不可能是完美的 你脸上身材 哪都有问题 对吧 对 他在给一个女生 认真修图的过程中 爱上了她 就是爱上了自己 修完的那个人 对 然后就去追这个女生 所以说 你会摄影 你会有这种一技之长 就是真的是 又为什么又谈到 追女生了 那我们 我们是不是应该 谈选修课吗 选修摄影嘛 摄影有助于 对 有助于 不只是追女生 社交啊 对啊 俱乐部 摄影俱乐部什么的 对 然后比如说吉他社啊 对 对吧 然后比如说 你们有做饭的那种课 做的一首好饭 真的不怕没朋友 尤其在英国 在英国这种 辅国的 真的是 无美食 对 在这种黑暗料理下 你要会做中国菜 简直 就是很受欢迎的 对 你会有很多朋友围绕着你 对 我其实今天还跟子涵说 我说我可以帮她 做饭的 我说我很喜欢做饭的 然后子涵 很鄙视的看了我一眼 说你做的好吃吗 对 我们又跑题了 没有没有 是 我又跑题了 那选修课我们出到这 总之就是 大家自己感兴趣最重要 兴趣最重要 OK 不要去管学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每次开学前 所谓的摆团大战 就是各个社团 不是摆一个自己的摊吗 然后就开始 纳心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词 纳心 纳心 那你应该是参加过 社团的人吧 参加过 我是 也去 纳过心 然后也被纳过心 对 你会觉得 大学生活中 有这个社团 真的很不一样吗 非常不一样 你的生活 我刚刚也 有想到这一点 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你参加一个社团 就等于说 你进入了一个 小的一个 小社会了 对 包括你怎么样 跟这个社会当中的 主席啊 社长 对吧 社长啊 打交道啊 怎么样去跟你周围的 跟你一样都是干事 对吧 都是干事 你打交道 这都是还是 很很有艺术的 因为就像你在一个宿舍里 跟你的社友打交道 是一样的 跟社友打交道 太需要艺术了 你大学生活的那个宿舍 社友关系处怎么样 还不错吧 我们共是六个女孩 在一个宿舍里 但是也有 也有打架的时候 你知道现在那个 因为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啊 暴露年级了 还没有群 没有群 没有微信群这个概念 现在的女生啊 据说四个人能建五个群 为什么 就是我面上跟你是朋友 你都不知道我私下 其实跟他会怎样 就是可能咱们三个一个群 他们两个又一个群 他们三个又一个群 就是群外有小群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群内人 就说不同的话 在不同的群里 就不让谁知道 或者不让谁知道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也被别人讲 肯定会的 对 就是这种很夸张的关系 我们那时候还是年轻又纯真的呀 咱们当时可能就发短信吧 QQ留言 QQ留言 对 就是发个信息 对 但是也有 我们宿舍真的是有打起来的 就女生打架吗 嗯 我们当时还没动手 可能准备投毒 然后但是没敢 真的就是 有打起来的情况 后来好了呀 为什么呀 小事是不是 就类似于谁打的谁 被谁用来洗头了 大概就是 女生之间大概就是 对 都是一些小事情 我其实已经记不清 他们两个人说 就是看不惯吧 比方说 她怎么 这么晚了还不睡 还在讲电话 还在被窝里讲电话 对 或者听音乐声音太大了 对啊 听音乐声音太大了 或者你怎么又开始 这个点吃方便面 我也想吃啊 或者是晚上回来的晚 打扰大家了 对啊 你为什么 对啊 你为什么开灯 对 对吧 你为什么开灯 我要睡觉了 你为什么还在开台灯 对 就这种事情了 对 然后你早上 为什么这么早就醒了 去洗脸 你吵醒大家 对啊 吵醒大家了 是 我要讲一下 我大学真的是很奇葩 我的上铺啊 我的上铺睡了一位晚上 又说梦话 又 你知道吗 特别可怕 又说梦话 然后又蹬腿 一直在那个 然后就特别可怕 我记得我当时进宿舍第一天 然后我一晚都没怎么睡着 我觉得太可怕了 他一直 床一直在晃 然后他一直在说梦话 太可怕了 他真的是 立下他说梦话那种喊出来的 喊什么 就是那种 就是这种感觉 赵鹏 赵鹏 特别可怕 真的 后来我习惯他了 后来没有人说梦话 你反而不习惯 是吗 其实也还好 为什么不摇场 其实也还好 但是我们大学六个女生 因为就是那个 说梦话的女生 跟其他的女生 就是吵架了嘛 打架 就是我们后来 大学六个女生 除了那个 说梦话的这个小女孩 就是可能 大家都不是特别喜欢 其他我们五个 真的就是关系特别好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 在大学中 你的宿舍姐妹 关系很好 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 相约出去旅个游啊 逛个街啊 吃个饭啊 我觉得如果能保持着 这个关系非常好 但是大多数现实中的女生 不会有关系这么好的 你们看到的那个 欢乐送那些 一层之间邻居那样 互相帮助 那只是影视作品 对 那就是假的 在基本上呢 正常的大学生活宿舍 就是几个人 OK面上关系 还还不错 而且经常闹矛论啥 就是 我想睡懒觉 你能不能帮我签个道呀 你帮我抱个报道呗 下次我还不去 你能不能帮我打个道啊 你这样次数多了 别人就会凭什么 我老帮你 是吧 还有就是 你能帮我带个饭吗 一次两次可以 多了 大家心里都会烦 对啊 多了人家就会想说 凭什么呀 怎么自己不去呢 是啊 尤其是 哇 我今天打桶水 你给我用了 我晚上要去再打一个 嗯 就是开始可能 维持着面上关系 后来 这种小事积累多了 爆发的时候 女生吵架 真的是有的看 对 但是还是以和睦为 为贵了 对吧 对 还是以和为贵 因为这段时间很珍贵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几个女生 有大概分个两派吧 几个人中间呢 嗯 大概就是 对 我就不气说了 反正就是分了两派 然后我们现在想想 就觉得很好笑 包括我现在跟 之前另外一派的 另外一个人 嗯 然后我们就还是微信好友 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相视一笑 会觉得 我们当时干嘛 为了这种所谓的小事 要伤大家和气 早知道大家就是 已经到这个年纪 看通透了以后 就觉得当时好幼稚 对啊 但是你不经历 那个幼稚的时候 你怎么会成长 你又变不成这大人 对 但是我坦白讲 我大学的时候 最好的朋友 都不是宿舍里的人 嗯 是外班的 对 是外班的 你们社团的 对 有两个是我们社团的 然后当时是 我们都是同时进入了学生会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 没有进入学生会 但是是文艺委员 就是等于说 我们是在做一样一样的事情 嗯 就是后来我的所有 情感问题啊 学习问题啊 就是跟他们聊的会比较多 嗯 因为同样的一个宿舍的同学 就是感觉确实是大家生活在一起的 嗯 就是但是你要讲说 你的事情他们肯定也是知道的 对 但是你要讲有一些 小秘密啊 嗯 或者什么的 其实是想跟比较知心的人讲的 嗯 其实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都是在你身边 可以帮助你的朋友 嗯 因为你进入大学 离开父母 嗯 那么能帮你的人 其实不多了 哎 对了 我们这边可以插一个话题 就是你在大学中怎么选说 你觉得哪些人对你未来的发展有利 或者是你想要跟他做朋友 哪些人就是淡淡的君子之交就好 哪些人就是哦 认识打个招呼就好 你怎么来挑朋友 嗯 坦白讲 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现在回想一下呢 所以你当时的交友员是什么 因为 因为我在读 我在进入大学之前 我爸爸跟我说过一句话 嗯 确切的说是两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 你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 漂亮的女孩子有很多 嗯 有能力的女孩子有很多 嗯 你不要跟人家攀比 嗯 漂亮的女孩子 你要做那个漂亮的女孩子里面 最有能力的 嗯 那个有能力的女孩子里面 最漂亮的 嗯 因为我爸爸是大学出来的 就是比较 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嗯 然后我记得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他跟我讲这个话 然后 嗯 第二个意思就是 在任何的团体里面 嗯 都要争当上游 嗯 就他跟我讲过这两句话 我就特别 有感触现在想起来 嗯 那你要说我在大学里面 我当时没有什么概念 嗯 教什么样的朋友 对我以后会有发展 嗯 但是我知道 第一我要跟我的老师 嗯 走得近一点 嗯 我上大学从来都是做第一排的 不管是大课堂还是小课堂 我都要坐在第一排 因为我离老师最近 我可以从老师身上学很多东西 嗯 我能想到第一个就是老师 第二个就是学生活 嗯 就是我的学姐 学长 你要让我想说同班级里面 嗯 对我发展可能将来有帮助的 我现在想想也没有什么 他们也没有什么人 让我觉得我 我特别想去靠近呀 或者是特别想 因为当时可能也没有这个概念 只想说我要跟老师多学一点东西 然后我要跟哥哥姐姐多学一点东西 嗯 然后让他们老司机带带我 然后同班同学的话 也就没太有 亲戚表 亲戚表 没有吧 这都是很正常的 大家上学都会有这样 我觉得我比你纯真太多了 那你上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没有啊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 我要跟有趣的人做朋友啊 就是能让我觉得有趣 他很有趣 或者他们让我开心 或者是 OK 你是说做朋友 你说有 对你将来有帮助 对那我就是 但是我 我这个人可能从来没想过 说谁以后对我有帮助 我一直都靠自己啊 所以我 我也没想说 我跟谁多学一点什么 没有太多的心思在那个上面 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我是有一点 因为我 我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会给我自己目标的 我不是盲目做事情的 嗯 对 对 就算做心机表 也要做表中龙井 要做正能量的心机表 对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几个原则很好 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就是怎么样挑选周围的人做朋友 就是能学到东西 但是很多人都是这个目标就很明确嘛 我毕业之后 我要在本市找个工作 我要拿本市的户口 或者是我要回家乡 我要干嘛干嘛的 就是你就看嘛 那你要发展到这个方向 你可能会说 哦 那你如果你在本市工作的话 可能有几个在本市 家就是本市的好朋友 可能家长他们的关系什么的 也会根深蒂固一些 包括就算最简单的说 起码当地的旅游和美食 他会比你清楚 对不对 他们带你出去玩玩啊什么的 都会比较好 就是你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了 就回到了那个问题 有些人呢 你就要有个人哦 嗯 他无所谓 你家有没有钱 你是谁 你只要有趣 你觉得能聊在一起就好了 他说反正你们家 都没有我家有钱 是你吧 不是 是王思聪 对对 就是这种 我觉得我这点跟他很一样 反正我没有你们家有钱 对对 所以就无所谓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社团啊 你觉得学生会 真的有必要进吗 非常有必要 中生受益的 有什么中生受益啊 我就不明白啊 我是进了学生会 长了很多见识 也锻炼了很多自己 嗯 我坦白讲 我学生会的这一段 是对我工作啊 包括现在的工作 都是很有帮助的 嗯 我讲一下我学生会的经历 首先就是海选嘛 就类似于像 什么超级女生 这种海选 就我上去 我竞选文艺部 对 对 就这样就是所有的 所有全部阶梯教室 然后所有的人都坐在那 然后你上去 你说我要竞选文艺部 嗯 然后那我的才艺是什么 然后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就要介绍你 推销你自己啊 那时候就推销你自己 你的人生就是 推销自己的过程啊 嗯 从那时候开始的 嗯 你不接受这样的锻炼 你就算你失败了 你也接受过一次锻炼 嗯 你也有长一次姿势 姿势嘛 姿势 对 然后 呃 再到后来 我跟朋友 就是跟其他干事 一起组织一台晚会 嗯 你知道文艺部 是每天都要 做这种事情 就是什么不 什么 什么人要来视察 要有晚会啊 什么的 对 对吧 然后直到后来 我可以自己 现在讲的是导演吧 嗯 就是我可以自己 选节目 嗯 然后安排所有的一切 我可以自己组织一台晚会 嗯 这是我三年分别做的事情 嗯 就是到大三 我就可以自己独立的去完成 对 包括跟学校团委啊 去对接一些 嗯 资金方面呀 包括一些 甚至是演讲的稿子呀 都要跟他们对 因为要 要充满正能量嘛 对对对 对 就是 我觉得这是 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胜任的事情啊 嗯 所以 呃 以至于我大学还没有毕业 我实习就在我现在的公司实施了 哦 对 然后我的简历上面就是有老师的肯定 嗯 然后并且 老师的评语其实也很中肯的 就是我组织了什么 嗯 并且我在大学的时候也代表我们学校出去 去北京演讲比赛或者什么 嗯 其实这些都是很很好的经历 对 直到你进入了公司之后 你也不会进入了这个社会的一些 嗯 进公司也好吧 嗯 或者是其他的社团也好 你都不会胆怯 嗯 因为你有过你自己上台表演 对 你自己组织晚会这种经历之后 对 你就觉得 开会六个人 七个人讲个话 我觉得很 随便啊 随随便便 所以至于我现在在现在的公司 我来英国之前做了半年的培训师 嗯 就是在 嗯 全国各个地方 嗯 我有不同的地方去给大家培训 嗯 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 从我第一次登台 竞选文艺部干事的那一刻 开始奠定 大家觉得励志吗 我是觉得很励志 要想进五百强的企业 并且当管理层的人员 就从学生会开始 先管理几个学生会的小同学开始 我觉得是的 就是你要有意走到你自己想要培养自己的路上 而不是盲目 其实我也是后来想起来 嗯 那个时候可能就对我自己有帮助 嗯 但是你那时候登台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说 哎我以后可以在这样的这个公司给大家培训这些东西啊 嗯 你当时是不会想到的 嗯 哎我我是这样子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当主播 嗯 只是有从高中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个告示说 呃广播站要纳心了 要招人 然后呢 我是一个同宿舍的女孩 那个姐妹 她想要去 我就说那好吧 我跟你一起去 真的就是那种 对真的就是那种陪你去 嗯 然后也是接铁教室坐着嘛 然后当时的广播站的那些站长啊 还有一些播音员就坐一排一个一个超牛逼的样子 你知道吗 对我们来说就神一样的人物嘛 然后呢 他们就 我们全都是刚入校的嘛 大概就小小学妹 然后就点几几几班 谁也写一个名字 你上去要讲一下自己 就是介绍自己 简单的就是说 你介绍一下自己了 以及为什么你要加入 你加入以后你想要做什么 大概就这种名叫光话套话啦 嗯 然后我 我当时就快要到我们班之前 我给我旁边的人说 我要走了 我说我要走了 不行 我要走 太紧张了 对我要走了 真的紧张 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省重点 高中 嗯 大家都学习很好 就是那种 你要学习不好 会被人鄙视 就是那种情况下 你还要在那么多 很聪明的人面前 讲一段话 如果你讲的不好 就会被人笑 你知道吗 我这人又死要面子 我说不行 人丢不起 我要走了 然后他就说 哎呀没事没事 不就说说话嘛 一会就完了 就这样子 我们俩说 这样吧 咱俩再等五分钟 没见到咱俩 咱俩就走 然后就那样互相鼓励着 然后后来 那次还蛮顺的 因为他也是初识和复识 然后当然一定会进复识啦 因为我这个人就 我在讲话的时候 我看到台下那些人 都已经在面露 很满意的微笑 我就知道OK啦 那肯定见复识啦 然后进复识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说话风格 大概就是口语化 很生活对吧 我叫杨子涵 我是什么什么班 我怎样怎样 我觉得我想要干嘛干嘛 因为我当时我记得 别的我都不记得 我只记得我说 因为这是一个 太多优秀人才的地方 我只想说 我可以在一个地方 留下我的痕迹 所以我加入广播站 之后复识的时候 他就想要试试我的 就是有没有 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 他给了我一段新闻 并且大多数都是数字 就是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 就是几几年 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 比同期增长 就那种很无聊的一段话 想看你有没有 帮播音员的潜质嘛 对吧 然后我就拿着 按照播音员的方法去读 反正因为我的声音 辨识度很高 然后大家就 这就不吹牛逼了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高中经历 之后我到大学 我就会觉得 哦那我当然要去了 对吧 我已经有这个经验了嘛 但是你想啊 大学去报名的 也都是自己之前 在高中都是播音员的 而且是五湖四海的 姑娘们 都非常的厉害 之后当时也是 当然阶梯教师了 几个很牛逼的那些人 坐在那里 一个一个上台 然后你知道大学 心机的姑娘 就会多一些 这就不是说 高中那种纯情的上去 我介绍自己 就是上去表演才艺啊 有些人就唱歌啊 有些人试朗诵啊 有些人就 甚至就说段相声啊 单口啊什么的 就开始了 但是基本上 那些姑娘 因为我就是 偷偷默默坐进去嘛 因为我一直就是 我是哪种人啊 怎么讲 扮猪吃老虎行 就是我 我没比赛前或怎样 我都是 窃窃诺诺的 一个小姑娘 完全你看不出来 我有什么自信 坐在那里就觉得 哇 这个姐姐好厉害啊 哇 她也好厉害啊 哇你声音好好听啊 然后那种 我都不会太会跟别人讲话的 直到我上去的时候 你们就全部都得看我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 我就在下面 他们在上面讲的时候 我在下面合计 这时候 听到没有 大家听到没有 心机表是我 我在下面 听他们在上面说 这个一开口 我说 哼 这声音还想跟我比 下去 然后下一个上去 我说 这也叫失往送 下去 然后我心里就觉得 听完他们几个讲的话 我大概心里就有数了 我会觉得 我的胜算有多少 我真的是这种人啊 之后我就上去了 但是那次非常非常不顺利 我就觉得 我说了一段话 也没什么差 之后 在被叫复试的时候 我当然是被叫到了 但是 那个广播站的站长 倒是跟我说 说说子涵啊 我们考虑了很久 你 也是我们内部投票决定 才叫你来复试的 我心里就一惊 我 需要你们再次投票 然后不是应该 想当当的全票吗 他说 理由是 我们不知道 你是故意营造出 一种播音腔 还是你说话 本身就这样 因为听你说话 就觉得已经在直播了 而不是正常的说话 我真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我讲话就是这样啊 你说我自带播音的 有磁性感觉 那我也没办法 然后第二次 复试就是在 广播站里面 拿麦讲话 要听听你声音 过电后的声音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超好听了 对 然后就很顺利的做这个工作 之后我也有去参加比赛 就是省电台的 招所有高校的播音员 过来比赛 然后就可以 赢的人可以进行电台 做一档节目 哇 对 然后就当然是赢了 好厉害 因为 因为我觉得 我的强项就是 能让人有注意力的感觉吧 就吸引别人注意力啊 对吧 确实是 对啊 大概就是这件事 但是你知道 当你知道 你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的时候 比如说我哈 我觉得 我的长处就是 可能是这个 讲话 我最怕的也是这个 为什么呢 如果我只有这个 是我的长处 我觉得 之后我再 有一次失败 我会觉得完了 那我什么长处都没有了 要平潇心一点 是吧 我跟你说 就是心态不是很平和 大概这就是 我 我就干这个的经历哦 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 就去尝试一下嘛 虽然会败给我 但是没关系 太臭皮了 太臭皮 太臭皮 不行 好了好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 入党 入党 哦 这个也是我 这是我大一的时候 给自己的目标 之一 就当时你觉得 入党是很有必要的吗 也是为了 因为我爸妈都是党员 所以他们告诉我 入党很有必要 所以我说 好 那我大学期间要入党 那我就入党 我从来都不觉得 入党是我的目标 因为我 因为我当时的心 哎 我怎么讲呢 我是一个嘴上说不要 你知道吗 我就是那种 我觉得 入什么 对对对 我是那种 要入什么党啊 谁要去写那些 什么思想汇报啊 入党积极分子啊 我觉得那种 特别形式化 特别的 就是装逼吧 大概就那种 我很讨厌那种 要不然我 我当时看完《欢乐送1》 我做了一期节目 我说我最不喜欢的是 关关 因为我觉得他那种 太要 安地姐 我跟你学 安地姐 我怎么怎么样 太follow 太那种 故意要 怎样的时候的 那种女生啊 太用力了 我不太喜欢 那现在我不说这话了 因为关关还好吧 然后那个 我 我就是一直是这样 我就觉得 写入网上 我才不写呢 写什么写 但讲真是我内心深处 觉得 我如果选不上 多丢人啊 我真的这种思想 所以我一直都不写 包括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当时是入团吧 是吧 嗯 入团 我都写什么写 我不写 就是那种情况下 我脸面大过于一切的人 我们俩是完全不同的style 我要真的 你是真的要这个东西 我是要脸 我不怕丢脸 我超级怕丢脸 我是觉得 既然我想要 那 大家就都拿出来 逼逼了 如果我失败了 那就失败了 我也认了 我是最像说不要 然后我就实际 然后最后我是 实际也是没有要 对对 然后我大四才入党的 对 大四大概就最后一波吧 我才入党的 所以入党这件事呢 就看你一个发展方向 你是想进 国企啊 公务员呢 还是有那种 干赔 选赔赔生 还是 选赔生吧 选调生 大概就是那种往 就是 村官 这种口走的 对吧 你要想进这种的话 你就早点入党 就积极一点嘛 经常跟辅导员 搞好关系 老师我想一心向上呀 我想向组织靠冷呀 这种话别怕恶心 我就是脸皮太薄 我怕恶心 我说不出来 现在想想 如果你要什么 带揽去好了 谁比谁不更恶心呀 你看着有些同学 道貌黯然的 看起来人五人六 其实背后给老师送礼呀 给那些什么班尾 什么贿赂啦 多的是 包括现在某一个 咱们现在中国不是有好多 共享单车吗 我记得某一个单车的老总 他是某一个名校的学生会主席 然后小道消息就是 他是靠贿赂当上的 我就不点名了 且看他那个公司发展吧 融资融了是不少 但是 就是 我们说到这个话题了 入党入党 对 反正入党就是 但是如果你一心要继承家族企业呀 企业台湾枪 台湾枪哦 继承家族企业呀 或者是那个 自己做生意呀 或者是要进外企呀 或者你要出国啊 那入党不入党就无所谓了 对吧 机会就让给那些热爱 我党的人吧 对 其实 有时候一些 有时候一些目标是比较盲目的 就像我入党 然后又进了外企 其实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你是不是有 有好 有好的发展的影响 但是你就先站着呗 对你会觉得 大多数人好像是这样 OK那我也这样试一下 但是你要争取得到 就是最重要的 那你觉得你说你争取到了 你最后你又没用上 会不会觉得 占了别人的名额呢 不会啊 因为那时候你觉得需要就是需要 OK 那入党这件事大概就这样吧 我们接下来说 另外一个四六级 四六级一定要考 我可能又要讲的比较职业化 就是你简历上最基本的内容 对 我可能觉得 你可能觉得你永远在中国的公司里 你不用说英语怎么怎么样 是 大多数情况下是的 但是 这对于一个 我觉得四六级不仅是考你的英语能力 是考一个 就是算是一个职业测试吧 你怎么控制你的时间 怎么在合理的时间内突击 学习 学一门新的东西 一门外语 别让自己合格 对 说到这个我要 我要 因为我当时 台湾奖我的 在大学时候的 所谓男朋友是学习 成绩一般 但是他很有组织能力 很有沟通能力 所以他是学生会主席 然后他就一直没有过六级 然后呢 你们是专业六级吧 不是啊 他不是 他是学国际贸易的 他一直没有过六级 然后我就一直辅导他 怎么过六级 后来就因为我觉得他好笨呀 怎么考六级都 因为我对这个人 因为我是喜欢有才华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我对这个人好像有点质疑 对 有污点了 有污点 我就觉得 怎么这么点简单的事情 他都做不好 然后后来就 有因为这件事情吵架 然后后来就闹 闹分手 最后真的分手了 你知道 接下来他的发展走向是什么吗 进了外企 他考的雅思 去了澳大利亚呀 说到这个有个好玩的 我有几个朋友 我们前 我上次回国的时候 在一起吃饭 我们中间那个 从来英语考 不及格 三四十分的那个 现在当了翻译 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 数学从来考不及格的 现在做了会计 还有一个 学习 特别特别普通的 现在当了大学老师 对啊 所以说你说人的发展是 对 因为我那时候实在是觉得 我那个 真的是 我觉得他学习 怎么这么差劲 不像他做事情 那么有镜头 对对对 所以我就对他产生了怀疑 结果人家现在已经移民澳洲了 是是是 对对吧 谁都有看责演的时候 对啊 对 那四六级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考的 尤其是四级一定要过啊 有好多人觉得四级有那么难 有那么难吗 五百块钱是吧 答案是吧 有那么难吗 我教坏小朋友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买答案 我觉得那个不安全 嗯 并且 对 就不难呀 考一下就好了 对 所以就是大家努把力早点 早点报 多做真题吧 我就是觉得 多做真题 考验自己能力的时候 还有就是 有什么有趣的 哎 你大学翘过课吗 有 你是哪种选修型 翘 还是专业课就又不去 专业课就不去吧 是 睡 也不能说翘课 因为我跟老师关系很好 嗯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嗯 老师想到这个班 嗯 因为我们当时在一班 嗯 老师想到这个班就会想到我 神奇 我就这么自信 神奇 因为因为 嗯 我跟你讲 就是跟大家也分享过 我爸爸跟我讲过 在任何社团 包括集体里面 要做上游 对 你不能说你是top one 嗯 但是你至少要是 前三吧 对 对 然后我的成绩 基本上是 几步前三 嗯 就是toto的成绩 是几步前三 所以老师们都认识我 嗯 如果我不去上课 我会给老师打电话 啊 真的哦 我会跟他讲 我今天身体不好 我有什么事情 嗯 然后老师一般都会说 OK啊 你自己安排就可以了 没关系 他们 因为我们 就是有时候会帮老师 写备课内容 嗯 哦 你已经混到这种level了 对 但他的风格 就是他希望学生是主动的去喜欢他的课的 嗯 我就是属于那种 我是真的很喜欢他讲课 嗯 然后他也很喜欢跟我讨论一些 就是怎么样学 可能会学得更好 嗯 他也放到他的那个 嗯 对 我一般如果有事情 我会给老师打电话 嗯 你要说我有没有真的翘过课 嗯 可能因为谈恋爱 也真的翘过课 啊 都是为了陪男朋友就会翘过 哎呀 多好的女生啊 对 但是也不影响 不影响最后成绩的 嗯 我觉得翘课在大学来说太普遍了 我觉得大多数的翘课就是 可能睡过了 或者今天就是不想去了 或者觉得这个课 今天老师上次刚点过名 这回就不点名了 还有经常大课 比如说好几个班和尚的那种选校的大课 就可能会翘课 因为太无聊嘛 自己看看书就能懂的东西就不去了 我觉得有一次我夸张的是 被老师当场 拎出来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 我在看电影 而且是 我拿了一个专门放CD机的一个 一个那叫什么 忘了 就是一个小屏幕可以翻起来 里面放CD机 拿去了课堂上 放在桌子上 跟我的同桌 一起看电影 然后还一人插一副耳机 老师睡在大 你想 阶梯教室谁在干什么 太清楚了 我们就那么 别人在记笔记 我们就在看电影 老师就下课以后 直接就把我们溜出来说 你们出去吧 你们不要再上我的课了 你们不要在我这里拿学分 去别人那里 那已经开学 可能有一半的学期了 都快要考试了 你跟我说别上你的课 这你不太逗了吗 说你竟然敢在我课上看电影 然后那个老师本来就属于刺刺的那种 之后 当然就是给老师道歉 我老师 你看之前的课 我都是特别认真的 这是我的笔记 你看我记得密密麻麻的 只是今天我忘带笔记本了 然后我就看电影 我真的非常的抱歉 大概就是这样吧 就真的是被老师说你要出去 不要听我课了 这么夸张 我现在想想我胆子真的太大了 其实对啊 你确实胆子太大了 我真的是胆子太大了 其实不要太过分了 要互相尊重嘛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跟老师也好 跟领导也好 你要换位思考的 如果你在这里讲课 你的学生在那里看电影 是一样的 我直接就脱了鞋砸过去 我觉得这个太伤人了 对 所以说还好吧 不过我觉得老师一般都还蛮宽容的 我希望大家就是尽量少跳课吧 虽然说大学有很多很无聊的 什么那些课对吧 就是大段大段的那些对吧 考前是吧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作弊的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 你大学期间会作弊 不作弊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初中的时候阴影 被抓过 我初中的时候是被抓过 现在要 因为年纪已经到这 我可以自爆了 初中的时候 我肯定是学习特别好的那种 像你说的top级的那种 然后呢 有一次考生物 生物就属于咱们初中的那种副科 你知道吧 都不算主科 但是要考 而且是B卷 然后呢 坐在我后面的 坐在我前面 后面我忘了 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 也是一个女孩 然后学习很好 按理来说 我们俩就属于那种 二十分钟达完卷子 九十五分以上 没问题的那种 不用作弊吧 我们俩就很闲 很无聊你知道吗 传纸条 考试的时候传纸条 然后就大概写了一个 什么植物的颜色吧 在那个纸上 然后我们也是没经验嘛 肯定没经验 然后我们当时 监考的是一个特别 个子特别高的数学 体育老师 那体育老师呢 平时就刺刺的 他突然出去了一下 只剩下一个女老师 坐在那看报纸 这简直就是一个 巨大的机会 对 然后我们想着说 老师不在 后门一宠也没人 对吧 那传纸条吧 这个女生呢 就从背后 给我塞了张纸条 我就传在了 我的左手心里 你知道当这个纸条 没在你手上的时候 什么都好 一旦在你手上 紧张 浑身紧张 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只见那个男老师 踏步流星的 直接走到我面前 当他走过来的时候 我就一种预感 说完了完了完了 是告我这 我心里还想着 没事没事 肯定不是我 肯定不是我 然后他做的 动作很简单 他直接把手 把我的手抠开 从里面的纸条 拿出来 然后就走到 讲台上 打开看了 之后 他就过来问 叫什么名字 然后问前面女生 叫什么名字 这时候 刚好 考试终止的 那个铃声响起 要收卷子了 我们收卷子是 第一排的人把后面的 话话话全收了 对吧 然后呢 他就给我们那排 收卷子的人说 把你的卷子抽出来 对 把这两个人的卷子抽出来 去把这两个人 名字记下来 那个收卷子的人 也是我们同学 而且是我同桌 然后呢 他就把卷子收上去 一块交给老师 混在里面了 然后老师说 那两个卷子呢 叫什么名字 然后这个男同学说 我是新转学来的 我不认识他俩 就是很搞笑 但是当队友 我吓尿了 我肯定吓尿 对不对 但是我当时 之所以没有吓尿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跟我一起受罚的是 那个数学课代表 我们的班主 是数学课老师 我就会觉得 而且我当时是班长 他是数学课代表 我觉得怎么样 也不会怎么样 我们吧 我心里还是有那个 但是你知道 咱们当时上初中 或者小学的时候 对于学生 学校 老师的敬畏 简直就有如 天神一般 你知道吗 觉得高不可攀 而我们作弊的后果是 要在一个全校的 一个大的公布版上 写上几年级几班 谁谁谁作弊 然后成绩零 就是非常的丢脸 一定会特别丢脸 然后我跟我们那个 数学课代表 就商量了一下 我们俩就走进了 我们就是班主任的 那个办公室 刚看到班主任 我们俩就哭了 就仿佛看到了亲人 你知道吗 老师说怎么了 他说我们俩两个 作弊被抓了 其实真的就没什么 然后作弊被抓了 然后老师说 你们哪个健康老师 然后就把那个健康儿 叫来 我们俩就出去了 然后我们那班主任 大概说的就是 你看这一个是 我们说一下表 一个是我们班长 俩人学习都很好 你就算了 两个姑娘 小姑娘嘛 你这一下万一阴影了 怎么办 是吧 大概就这个 然后后来 我回去以后 不敢给家长说 不敢给任何朋友说 对吧 一个人小小的年纪 心里憋着如此大的秘密 承受能力好强呀 对 然后我们当时连考三天嘛 然后每天考完 作弊的就出现在黑板上 我吓得我不敢去学校 我就啪 看到黑板上有我的名字 然后我哥也在我们学校 他比我大四岁 他属于高中 我是初中 然后我说 哥 写我名字了没 他说没写 我说啊 真没写 然后直到那次考完 出了成绩 我心才落到肚子里 从此之后有阴影了 我再也不作弊了 记住那种感觉了 对 就是那种 别人从你手心里 抠出那张纸的感觉 我现在都有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抠出来的那刹那 浑身脊背发凉 刷的一下子起 鸡皮疙瘩的感觉 心虚到不能自已 从此之后 我鄙视一切作弊 以及再也不作弊 我看到作弊的人 我就会深恶痛 我就去 作弊 缩印 是吧 对 我跟你讲一下 我是作弊的人 嗯 我是 我是最大胆的作弊的人 啊 作弊啊 我不会缩印的 啊 我直接把纸放在 你卷子底下 啊 你越大胆了 老是觉得你越没问题啊 啊 最危险的动作是吧 但是你那么大张纸 你好戴吗 你就不用太那个呀 你就 嗯 没有发卷子之前 这个纸是在你衣服里的 嗯 发了卷子之后 你就把它抽出来 就是卷子的一部分 我常常跟我同学说 我作弊的纸 就是我卷子的一部分 我什么时候 这个纸抄完了 这个纸就要扔了 然后我再换下一张纸 但是你换的时候 你不会心理很忐忑吗 因为就是 所以说你心理素质要好呀 哦 就是 也是要找机会的 比方说前面一个老师 刚好要转身 后面一个老师 刚好转过头 就是这种 嗯 但是 你需要 要那个 讲真作弊这件事 看老师人品 老师站在那 什么都看得见 对 他如果能看得到你 他又不想抓你的话 对 那还OK 因为每个班 都有个过的率嘛 对对对 也不要太夸张了 是 但是 我觉得大学今天 没有不作弊 你知道还有那个 写在身上的 写在腿上的 那是最low的 哦 是最low的哦 我觉得大 我觉得 我觉得最low的是考 每次考毛凳三前 大家比如说两点考 就会一点钟 去那个考场 往桌子上抄 我觉得那是最low的 破坏公物财产 不 拿铅笔 哦 但是我觉得最low的就是 我觉得那个事情 非常傻为啥 老师进去 啊 换座位啊 换座位 你嘛 就你往哪 他救我嘛 对啊 然后我们的同学 不是大家都往桌子上抄吗 他们就会说 哎 老师算了 都做好了 别换了 就会有那种人 给老师这样说 老师就说 不行啊 按学号吧 还这样做 每次那个时候 我就很开心 小样 谁让你们那么早来唱 我就不来唱 我 我是 我不是背诵性拳手 嗯 你要让我生拉硬背啊 我就很难 我是背诵性拳手 所以我就很那个 所以我基本就是 我想不起来的时候 我就会看 OK 我觉得挺好的 我就有背而来 想不起来 对 是 你是有机会总给 有准备的头脑 对对对 对 你看年级前三 就是这样考 大家 嗯 好 好 那个还有就是 就是四六级 大家不要作弊了 总结一下 然后平时考试 看情况吧 有时候高速 你真的是不会啊 你知道我怎么办 是吧 有些高速 你这个生活中 也用不到嘛 对不对 不是每个人 都需要微积分的 对吧 还好英语 不用考数学 是 我们是要考的 我还考八十多分呢 你好厉害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考八十多分 不知道为什么 对 就是不晓得为什么 对 我现在都不知道 微积分到底是什么 好 大概就是这样了 然后之后呢 还有什么要讲的 哦 上大学期间 要不要打工啊 兼职 嗯 我 我觉得我推荐 大家要去试一下 那你觉得是什么类型 因为我们当时的话 好多人去发传单 就六块钱 还十块钱 一个小时 就不停的发纸 我觉得任何的形式都可以 都是锻炼 只要你肯去锻炼 对 就是不要窝在家里 说到这个 我大学就是很好的 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 那个文艺委员的 那个朋友 嗯 他大学的时候就打工 嗯 他是去 麦当劳打工 嗯 那人家也是五百强好不好 对啊 他去麦当劳打工 我每次去麦当劳 他都帮我接可乐 雪碧之类的 是是是 就当一杯水滴 就当一杯水滴给我 嗯 然后因为他们是可以的嘛 对 对 然后所以 并且他们麦当劳应该是三小时之内做好的东西 如果你卖不出去的话就要扔掉 对 对 所以他他基本上每次回到学校 他都他都会帮我打包一些东西 嗯 多好 有钱就这样产生了 对对对对 就是很好的朋友 并且我大学期间还有一个更精彩的事情 我想跟大家分享是 我还有刚刚说到的我们就是学生会的两个女生同学 我们三个人 嗯 我们三个人是属于那种衣服超多 嗯 我大学的那个厨子基本上就是全部落满了 或者你甚至一打开都会往下掉的那个衣服 嗯 所以我们后来就想了想 我们把我们穿过的旧衣服 嗯 当成新 洗好 当成新衣服 卖掉 去夜市卖掉 啊 嗯 后来怎么样 套到市场呗 后来还是卖的不错的 但是只不过有一次一晚上我们被骗了 就是那个人给了我们五十几块 假币 对 那个人给了我们五十块假币 然后我们又找了一些钱给他 就那天晚上是赔的 但是其他的时间是赚的 就是灯太暗了 看不清 对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我现在记忆犹新 我们三个人就是东说东西说西 嗯 他说这件衣服是从韩国进口的 我转头就说这件衣服是从日本进口的 天啊 然后因为我们的衣服质量也都还不错的 嗯 有一些就是穿过一次就觉得不喜欢 然后我们就洗一下就卖了 甚至有一些是干洗掉 然后再卖的 那你卖的价格呢 会是很便宜那种 很便宜的 嗯 因为我们就等于说是在 玩一下 玩一下 弄零花钱花一下 然后东西反应太多 然后很爽的 然后就是下午五点多钟 拿着大车 拿着那个去到那个夜市上 然后晚上十点多钟 然后回去 回去呢还要靠刷脸回去 因为宿舍管理员不会给你开门的 因为你回去太晚了 因为管理员会说你去干嘛了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你这样不行呢 要告诉你们的辅导员 嗯 然后我们就各种 哦对 说到这里 我大学还经过一次男生宿舍 被辅导员抓住了 你继续干嘛 我们去打服课 哦 我想想我真的是 大学也不是一个非常 对 然后我们是爬窗子进去的 啊 因为当时就是大家都放暑假嘛 嗯 放暑假有很多人都回家 然后我们就是属于那种 要呃 留下来 因为我每个暑假都要去不同的公司锻炼嘛 嗯 然后就留下来 新六星天又没什么事情 嗯 但是管理员一直在 嗯 所以我们就爬窗户 你就不能出去找个地方打牌吗 因为男生宿舍 他们 有很多牌 嗯 并且有很多吃的在那 嗯 所以他们就说你们来吧 不要紧 你们就从前面进来就好 嗯 我们前面进去 管理员看到我们不让我们进 然后我们说啊 那我们不去了 然后我们就从后面爬上去了 嗯 后面爬上去 我们打完牌出来 刚好下来 刚好碰到我们辅导员 是个男生 他也住在那种楼 嗯 然后后来 还好 还好就后来给书记打了一个电话 就说了一下这个情况 后来 嗯 但道理来讲是要记过的 嗯 对 很严重 所以说 风际问题 对对对对 所以说大学真的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哎 我跟你讲一个 我跟你讲一个我的朋友的兼职的事情 我不知道之前那个嘉宾有没有在节目中讲过 就是他发现哦 大家不是都喝饮料吗 喝完饮料以后呢 瓶子就丢掉了 那么卖废品确实是可以赚钱对吧 而且你就可以去宿舍收嘛 或者你就干脆在宿舍门口放一个桶 大家就会丢进去 嗯 就是那些塑料饮料 于是他就想说 但是卖饮料的话 如果你是把那个 就完整的一桶的那个 就像可乐那样一厅旅的拿过去 嗯 卖的话 嗯 这样很多地方 你麻袋放不了多少 嗯 那么怎么样 你踩碎 踩扁 踩扁以后你拿过去对吧 嗯 然后他 OK 笑死我 然后他 于是呢 他就放了个桶 大家丢进去 然后就不要钱嘛 等于说是 然后他就踩扁 踩扁以后装在麻袋 就可以拎过去对吧 嗯 然后呢 一个月下来他 赚了 不行 他赚了五百块 哦 踩坏了一双八百块的鞋 哈哈 那好使 好了好了 好了 就是内心里有趣的事情 对对对 这太搞笑了 完了 今天节目 时间又超了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美甲 但是没办法 不能节目时间太长了 嗯 还是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如果大家觉得好玩的话 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啊 比如说 大学宿舍的夜谈会啊 比如说 各种怎么把妹啊 或者是 怎么样 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啊 或者是怎么样培养自己 就是太多东西了 这样的话 我们下回 因为尼娜总是很忙嘛 等到以后他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请他来 再补讲这些吧 大家想知道什么的话 可以在节目后留言给我们 又要去看留言区了 我表示内心很忐忑 对对 不用忐忑 不用忐忑 因为 因为心机 表示我 对对对 好 不是我 好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说这些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关注 紫涵姐姐的微博 紫涵 小辣 金华童 或者是微信 然后就是娱乐七天全拼 然后那个 我会把你拉进群里 就是我们有几个群 就不同的 然后看我心情了 还有就是 不用关注我的话 就关注我们家的狗披萨 他的微博是 小柴披萨君 每天都有一些图片啊 或者是视频啊 就很逗 就是我一定要捧红 我们家的狗当网红 对吧 所以大家就忽略一个 吃早要红的主播 紫涵姐姐 去关注他们家的狗 披萨君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轮转晚安 北京早安 默默的啊 匆匆那年 我们究竟说了几遍 再见之后再拖延 可惜谁又没有爱 我不是一张 激情上面的胸边 匆匆那年 我们也是匆忙聊下 能已承受的诺言 只有等别人推险 不管那晚恨还没齐累成间 拥抱着冬眠 也没能月花再呈现 不怪这一段情 每空仿佛在带恋 是岁月宽容一致 反悔的时间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 是否还能红着脸 就像那年匆匆刻下 永远一起那样 美丽的耀眼 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 别太快定时牵线 谁敢信就这样 彼此无挂也无前 我们要互相亏欠 要不然平衡怀念 匆匆那年 我们经过太少 十年真爱看通你张脸 那么莫名其妙 那么讨人唤醒 起来又太讨厌 相爱那年或感情 从因为我们不懂 顽固的诺言 只是分手的经验 不怪那天太冷泪 滴水成冰 春风也一样 没吹进凝固的照片 不怪每一个人 能完成爱一遍 是岁月身已落下 暂去的眩恋 如果再见不了红着眼 是否还乐红着脸 就像那年 匆匆刻下 永远一起 那样美丽的耀眼 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 别怀疤 必须牵线 谁敢信就这样 别思无挂也无前 我们要互相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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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